或许司机停在超商门口忙着卸货没有熄火 这时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 偷偷摸摸的靠近驾驶座把车门打开 没多久下车拿了东西就跑 男子丝毫不慌张 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犯案 七龙缉毒的明德路上 有小黄运奖将车停在超商门口 下车买东西他立刻就从后方进入车内 不用十秒钟就得手 警方陆续接到好多起报案 全都是车里的钱财被搜刮 而这些人都是下车没熄火 没有锁车门就离开 警方调阅监视器比对之后 发现全是同一个人 警方锁定行踪前往装姓男子住家 不只在屋内查获犯案时的衣服 还有六千元的赃款 只是男子相当大胆 他锁定的区域就在警局前后 一百公尺的超商前犯案 我会熄火 里面有人我才不熄火 有些民众想说 只是下车到超商买东西 短暂离开就没有熄火 或是锁车门 提醒民众下车还是要记得 熄火关车门 以免让窃贼有机可乘 TVBS新闻 刘欣奎 何云婷 基隆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